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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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隨便來問一下阿姨 你被欠多少通修金? 80幾萬 那你拿回多少錢? 沒有 再來問一個阿姨 阿姨 你被欠多少通修金? 66萬 那你拿回多少? 沒有 你也是一把錢都沒有拿回來 老闆盛 你看到了嗎? 我們的隊員只被欠幾十萬 卻一把都拿回來 憑什麼 你們政府 拆退可以把24.3 幾乎算過關 我們今天來到現場的 黃昂之間的會員大約有150位 但是其實我們被欠退休金的會員 有將近300多位 那為什麼我們每次抗爭 基本上就是這100多個呢?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的會員 因為身體的因素 因為經濟的因素 因為 甚至他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 他沒辦法跟我們一起來這裡抗爭 這個會 這個退休金 支援已經從民國 最早的時候是民國講十年 就已經欠到現在 欠了十幾年 我們講每次 我們的會員都會問標語 你到底還要我們等多久? 我們的會員還有幾個十年可以跟你看? 訴求 就是要求 勞動部 專案處理 大會求償 今天不管你怎樣的行數 你應該都要讓我們被自救會 拿回我們在月的團結金 不管你是關注我們 從法律有訴訟 從何以四點三個家搶 抗我們 我們的 退休金 或者 你就是自己把三種拖出來 你們政府 每天要那麼多預算 不要殺到哪裡去了 拿出出來 給這些老公文 有多變嗎? 不要啦 我是華龍思救會員會長李卓銘 今天我們在這個勞動部前面 開一個記者會 是因為 8月20號 劳动部他们有做一个那个要处理华龙自救会的专案 可是他并没有让我们自救会的任何成员进去里面 只有让我们委托了两个律师进去里面 他的理由是说他们要讨论有关法律的事项 而我们这些自救会的成员都不懂法律 所以就没有让我们进去参与这个活动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不公平 因为这是自救会的专案 为什么自救会的人员不能够进去呢 他非常鄙视我们的劳工 非常鄙视我们的劳工 对我们劳工的发源权也非常的不注重 那我现在来讲一下 大远法派的事各位记者都知道 我们已经在那个律师们的帮忙之下 已经有提出那个提出民事的分配意义之数 可是对我们来说这有非常的一个困难点 因为在这个民事意义书上的一审就要付200多万的那个裁判费 我们这些华楼退休的员工就是因为十几年来都没有领到半毛钱的退休金 退职金那我们哪有钱去付这200多万的裁判费呢 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这为什么会占成这个结果就是现行的法律劳基法第28条非常的不合理 他将我们这一般的债权顺位我们所排到的债权顺位是最后一个顺位 所以对于我们的退休金退职金如果资方恶意的逃脱无鬼搬运把那个财产都搬走的话 我们洗脑全都拿不到那我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受害者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开一个记者会 我们希望劳动部不要每次都是出来一个专案就把皮球批出来 道远法派是24.3亿 可是我们这些劳工只有分到190万 债权是0.0029% 非常的少其他的都被都被银行跟政府政府因为政府他有顺倦是第一顺位都分去了 对于我们这些劳工来说情何以堪我们工作了一辈子的心血 现在还要叫我们去筹那个裁判费我们根本就筹不出来 我们这些人里头真的我非常的痛心我们有一个会员有一个会员林小姐 之前他都有参加我们的活动可是他最近去检查他得了癌症 他跟我讲他眼睛都掉下来只是我听到我眼睛也要掉下来 真的非常的可怜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出来再参加我们的活动 因为他最近才检查出来他得了癌症了 让他说他非常的抱歉不能够参加活动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透气 我们已经走出来三年了 可是政府给了我们什么 没有什么都没给我们 我们这些老人真的陆续都得癌症 已经有人到天国去了 像我自己的本身身体也没有很好 我是没有时间去检查 所以他跟我讲说他得了婦女癌的时候 真的他在流眼泪 我真的心也在地区非常的痛心 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 跟我们开会的 是这个王后伟王司长 他最后做成了四点的结论 第一点 他说 会和长官表达代位求偿的意见 转达转达给部长 这是第一点 什么事都没有做 还是要什么事都没有做 只是说转达我们 你们诉求 我知道了 我转达我帮你转达给陈部长 就这样 第一点 第二点 会找银行团来开会 我想问 找银行团 找银行团来开会 多久以前就说了事情 况且他明知道找银行团来根本没有用 他还被洗脸洗了好多次 他还来讲这个 第三点 找桃园县政府 他真的很不要脸 跟我们说 你们哦 问字就会 里面我们住桃园的 桃园县政府里面 拿了2.3亿 你们去找桃园县政府 不干我的事 这跟是王司长说的哦 你们去找桃园县政府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裁判费 我们要打官司 这裁判费再演绎 所以哦 这四点 完全都是空话 都是屁啊 这样的政府 垃圾不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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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 那我们今天 就让垃圾 我给你 垃圾 放垃圾 这位 民主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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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台北市民大家好,我們是華融資救會,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十二分公立,收來賣中獎,來賣中獎,來賣中獎,繼續往前啦 今天我們追蹤華融資救會,勞動部的第二次的專案會議 請問他要給我們任何承諾嗎?沒有!我們的訴求代外求償 他沒有處理,他只說我們在演繹 而且現在為什麼我們要走到這裡,跟台北車站的群眾講這些事情 因為大員廠分配一案24億,政府拿走,資本財團拿走 勞工的債權只拿回了0.0029,0.0029是什麼數字? 每個人筆記只分到2000多塊,你工作幾年在血,你的汗水,你花斷面子的生活 完全都沒辦法拿回來,所以我們主張代位求償 代位求償,全隊可是賢利,大家還記得喔? 官場工人在這裡握過鬼,大家還記得嗎? 最後他們勝訴,當年他們那個是什麼?是什麼?代位求償 就是代位求償,所以不要再說與法無懼 如果勞動部,你今天新任部長,你真心想要處理 證明你不只是會搞完搞的話,今天請你針對我們的訴求代位求償 一定要要求求償募募部長來主持下一次的張揮 如果他不給我們下一次成部長 如果他不給我們下一次成部長由勞動部長主持的張揮 我們就不回! 政府不解決! 政府不解決! 下次就不回! 政府不解決! 政府不解決! 姐姐自假杯! 登下給我們! 你們也會跳過!